大家好,我是超小厨 今天太阳挺好的 我们今天做一个鸡脚火锅粉 在超市里面花了三块钱 买了一包红薯粉条 我们先烧点水 把粉条泡一下 烧点温水 将粉条稍微煮一下 煮软 然后把它倒在锅里面泡起来 接下来我们把鸡脚的爪尖去一下 好 一片 很酸 放好 大 不能 records 而 你 我们切点姜片 算了,我们给它拍一下就好了 我们放两个八角 几片香叶 一小块桂皮 一点干辣椒 再来点花椒 再放一块火锅底料 喜欢吃辣的朋友可以再多放一点 我们烧点水 把鸡爪先穿个水 水开以后,我们把葱末打一下 鸡爪插透以后捞出 然后再给它洗一下 有的鸡爪上面有这种黄色的老茧皮 我们把它扣掉 洗净以后捞出 我们把锅烧热 然后下油 油烧热以后先把鸡爪倒进去 我们把姜蒜倒进去 加点豆瓣酱 火锅底料 香料放进去 一起煸炒 爆香以后加水 水我们适当的多加一点 因为待会还要煮宽粉 稍微加点盐 调点底味 来点生抽 加一勺糖 综合一下腊味 这锅盖很长时间没用了 刚刚给它刷一下 盖上锅盖 烧40分钟 刚刚忘记了,加点胡椒粉 再放一个冲结进去 老是忘事 烧的差不多了 我们把香料剪出来 然后这个时候我们把泡好的火锅粉放进去 水可能有点少了 我们稍微加了一点水 现在我们放点鸡精 火锅粉放进去以后 我们再稍微的煮一下 我们把小葱切成段 烧的差不多 把葱段放进去 然后就可以关火出锅了 我们三个人差不多把它吃完了 大家在烧的时候 尽量先把鸡脚烧酥了以后 再下粉条 我们把鸡肉盐拿进去 到切火锅上 我们四个人说了